地上的怪物正虎是单单盯着这个男人 身体正不停撕裂出的张牙舞爪的触手 躺着的男人傲力给都快吓出来 不停挣扎还是没能阻止怪物靠近自己 二者的细胞随即发生剧烈的融合 于是男人在痛苦的嚎叫下 被怪物活生生地拖走了 这就是著名科幻恐怖片怪型前传中的名场面 它不仅很好地重现了 前作中经典的变异怪物形象 也深得前作理 那众在漫天飞雪下 密闭空间中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的猜疑链 非常适合拉上小伙伴们一起看 说不准你们其中一个早已变成了伟人 在一望无际的南极冰原上 一辆雪地车正在经过后时的冰链 但他们很快注意到了探测雷达的提示 但冰链突然破裂 雪地车沿着裂缝划了下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 三人震惊地发现这里有一艘外星飞船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凯特很快就收到了桑德博士的邀请 虽然凯特不知道对方想挖什么 但他在感受到对方严肃的语气下 还是选择和博士一起进入了南极挪威的科研站 因为几天后会有暴风雪袭来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完成研究 于是一群人很快就进入了 被简单开挖并建造安全设施的冰层 凯特终于看到了这艘十万年前 就坠落地球的外星飞船 这一壮观的场景 让他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科学研究小组成员告诉众人 他们起初发现的可能是外星生物落难触发的救援信号 所以他们追逐信号才发现外星飞船埋在冰下 然后人们来到飞船不远的地面 这里居然冻结了未能逃脱的外星生物 正常情况下 这个冻结了十万年的生物应该早就隔皮了 于是轮到凯特这个古生物学家上马了 他很快就确定了挖掘计划 让人们把它整块拿出来 拉回到了营地 然而当凯特紧张地投入工作时 博士突然想提前拿出一块组织切片进行研究 这显然遭到了凯特强烈的反对 他认为尚不确定外星人身上是否携带病毒 消毒就是个大问题 然而博士并没有听去凯特的建议 以上级的命令 要求队员用钻头穿过冰层 并在钻头上得到一小块组织 经过简单的研究 博士当晚就宣布 访客不属于任何已知地球物种 100%确实是外星生物 这种名垂千古的发现 让大家欢呼雀跃 但这是一名队员出来上厕所 抱着对外星人冰棺的好奇心 来到了房间一个人查看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冰棺突然爆裂 死而复生的外星生物挣扎着冲出屋顶 这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所以他们不得不迅速分成小组 开始在营地附近进行搜索 博士一行首先在狗舍里 发现了被怪物残杀的狗子 血迹斑斑的场景简直惨不忍睹 这时另一组在外面搜查的队员 发现了躲在房子底下气喘吁吁的外星生物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呼救 其中一个就被怪物射出的 听到了尖叫 过来看到怪物正在吞噬队员 一群人毫不犹豫地赶紧开枪 但子弹并没有阻止怪物的邪魔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点燃整个房子 活活烧死这个可怕的外星生物 之后通过博士的解剖 他们看到了还没来得及被吸收的队员 凯特还在怪物体内 发现了一块钛合金固定板 最初用于骨折后加固手臂 但现在从队友身体上脱落被外星生物排出 这一现象很奇怪 于是凯特很快开始了研究 发现死去队员身上有外星生物细胞 这些细胞开始通过吞噬队员的细胞来模仿对方 这一发现让凯特既震惊又害怕 第二天飞行员老美准备带着一名伤员离开基地 顺便再向外界求支援 但凯特在厕所地板上 发现了被遗弃的金属牙齿 不光如此 他还在浴室里看到一大片血迹 结合上昨晚的解剖研究 他这才意识到有人被外星生物复制了 于是凯特迅速冲出去阻止直升机离开 老美看到凯特摇臂大喊大叫 示意他们不要离开 犹豫了一会儿 毅然决定着陆 但机上的一名队员开始暴力 变成了一个真名的外星怪物 直升机立即在凯特震惊的眼睛中坠毁 这种情况飞机上的人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由于暴风雪正在肆虐 营地也与外界失去了全部联系 他们决定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基地 然而凯特走进来阻止大家离开 他告诉大家 外星生物的细胞可以模仿人类细胞 也就意味着现在在场的某一个人 很可能已经被外星怪物复制了 但好在外星生物不能克隆无击物 所以才会排出金属填充物 而且之前在浴室里看到的那一滩血 刚才已经被偷偷清理干净了 那说明外星生物就在他们中间 然而在场的男队员对这一说法 都觉得太过荒谬 幸运的是维尔的女队员选择信任凯特 带他去偷拿车钥匙来阻止大家离开 但当凯特翻找钥匙时 身后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原来他已经被外星生物感染 把他骗到没人的地方 试图同化他 慌张的凯特只能迅速冲出去 但一名路过的队友讨枪 他立即被怪物杀死 这样巨大的骚乱 吸引来其余的队员 就在怪物吞噬队员之间 他们立即用喷火枪杀死了怪物 为了消除隐患 人们又焚烧了怪物和死去的队员 考虑到怪物可能仍然潜伏在人群中 博士建议使用血清分辨人类与怪物 但这时飞行员老美带着同伴去了营地 面对蹒跚而来的两个人 队员们认为人类不可能在坠机中生存 并决定立即烧死他们 幸运的是凯特及时阻止了他们 并建议先隔离他们 然后通过检测来消除嫌疑 但令人惊讶的是 实验室突然被大火烧毁 看到检测无法进行 人们又开始互相怀疑 一定是有人心虚故意破坏了实验室 他们引发了激烈的争吵 这时凯特表示还有另一方法 在被外星生物感染后 他会排除无机物 所以他先排除了几个有金属假牙的人 未能消除怀疑的人 暂时待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 然后让另外两个队友前去叫来飞行员 但他们赶到小房间后 老美和他的同伴已经逃跑了 而且还掳走了其中一个挪威人 这让大家再次陷入争吵 拿着喷火枪的男队员也不知所措 这时玻璃破碎的声音突然响起 老美拿着喷火枪冲进了房子 双方很快就对峙起来 老黑看着男队员在别人的鼓励下即将开火 他不得不提前开枪 弹子弹穿过燃料管 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教唆的人也被爆炸晕倒了 于是老美让人帮他带进了娱乐室 谁知这个人突然变异 他的手臂突然脱落 变成小怪物吸附住队员的嘴 此时和怪形中的麦克一样 关键时刻喷火枪出现了故障 在此期间老美的同伴被怪物的触角杀死 而博士助理则被怪物慢慢吞噬 等凯特修好噴枪后 怪物已经逃走了 于是凯特用大火处理了所有的尸体 然后继续和老美一起寻找怪物 随着博士的尖叫声 他们一路追赶 先是处理掉了怪物倒小分身 但双头怪的突然袭击 使两人被分散了 老美一个人逃到黑暗的厨房中 在角落中瑟瑟发抖祈求怪物别来 奈何双头怪开了地图定位 正当他扑向角落中的老美时 凯特及时出现救下了老美 最终活活烧死了这个可怕的双头怪物 但这时他们发现被感染的博士 开着雪地车离开了营地 为了斩草出根 凯特和老美立即开车追赶 看到被遗弃的雪车在飞船坠毁的地方 他们立即沿着怪物的脚步登上了飞船 但飞船突然开始启动了 在逃窜之中 凯特沿着打开的缝隙掉进了飞船里 在那里他遇到了变异的博士 在恐惧中凯特慌慌张张地躲在狭窄的管道里 但最终他还是被怪物拉出了管道 在关键时刻 凯特把随身携带的手榴弹扔进了怪物张开的血盆大口里 爆炸不仅杀死了这种可怕的外星生物 还逼停了即将到来的飞船 而凯特在老美的帮助下成功逃离了飞船 然而当他们准备去俄罗斯科研站寻求帮助时 凯特发现老美的耳环已经不复存在 老美在被提醒后下意识摸错了耳朵 这让凯特确信老美不再是人类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向老美喷 怪物的尖叫声在寂静的夜晚回荡 再次登上雪地车的凯特也突然产生了疑惑 他呆呆地坐在驾驶室里 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处 黎明后另一个挪威人开着直升机回到营地 昨晚被老美击晕的幸存者检查了对方的口腔 才确信对方人类的身份 但这是一只被感染的狗突然从废墟中跳了出来 两人立即登上了直升机 枪声再次回荡在雪白的冰原上 这一结尾刚好对应了怪兴的开头场景 甚至连配乐和分镜头都是一样 等待着南极另一边的美国人来说 噩梦即将拉开序幕